19号凌晨苗栗三亿靠近盛兴火车站附近呢 一户民宅女主人不幸烧死 男主人也受伤 而幸好当时一对11岁还有7岁小姐弟 及时的逃出屋外 原来呢这对夫妻三个月没有工作了 击欠四个月总共是一万两千块钱电费 结果被台电断电了第一晚 他们点蜡烛来照明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蜡烛掉落 引发大火发生飞机 民家火警烧死了想救孩子的母亲 烧伤没有钱缴电费的爸爸 在断电点蜡烛过夜的第一天 蜡烛倒地 没有想到烧死妈妈 蜡烛掉下来 蜡烛 你怎么知道说蜡烛掉下来 因为我小孩走 蜡烛掉下来 当时妈妈叫11岁的小姐姐 拉着7岁的弟弟先逃出了火场 姐姐双手合十 着急的正在打火了妈妈 什么时候会走出来呢 7岁的弟弟则紧张到不断尖叫 是谁叫你起来了 没有 直到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 身怀的小姐弟人心有余悸 在扑灭火事之后 发现母亲 诚实在二楼通往三楼楼梯间 继父则昏倒在三楼的房间 赶紧送一击救 继父全身被浓烟熏到焦黑 右手被灼伤 当时家里起火 他和妻子想灭火 但没有想到都被浓烟抢滚 家里是不是缴不起电费 要不然我们两个刚找到现在工作而已 根据调查 就家人由于基签的去年十一十二月 今年一月二月总共四个月的电费一万两千多块 虽然死者和女儿因为生障 各自领有四千七以及三千五的补助 但是母亲和继父已经三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了 没有钱涨一万两千多块的电费 就在断电的第一碗 倒地的蜡烛夺走妈妈的神秘 记得彭志明SNG小组 苗栗霸道